又有个臭宝桂花马上要嗝屁 又寄到我这来 继续挑战花人们寄什么花 就给它救活什么花 先做开箱 哎哟 几粒呢 家里边有好学生啊 2011年浙江省招聘考试 教师 我看我能做这几个行吗 我谁说的 好了 这是一位老师 我什么都看不懂 啊 你看这个化学老师物理学的就不怎么样 你看 你看 它下面都不透气 对吧 你用的是一样康土 一样康土的透气 差点意思的 你看 它黏糊糊的 它透气性就比较差 你如果说你非要用这种东西呢 我不是反对 你一定要多加一些颗粒进来 对吧 一定要把透气性给证明白 而且用到的这个土 不是很好的土 就是那种市面上3块5块一包的土 看一下分析 它原本是这种泥土 就是在两种不一样介质的情况下 就用的两种土不一样 它很容易不适应 明白这意思吗 就比方说给你突然扔到北极去 你肯定适应不了对吧 所以说要无限的去接近 而且呢你在种的时候你说 哎呦老婆 我不想无限接近 那你可以用这个原来的土 跟着掺一掺 别用那么大的盆 不要埋那么深 那现在这个情况呢 是已经病入膏肓 特别水大 能救它的呢 就只有说是 我们要给它进行洗根了 这个没别的高章 根系都已经焖坏了 根系都已经焖坏了 洗根了 没办法 花友们不要盲目的去跟我学啊 有的话我看我把这土都摔了 以后再跟着去 它这个是时间长了焖根 现在要做的就是给它透气 让它把根系先呼吸一下 给它治疗治疗 防止它再度的烂根下去 你不要乱学 你看都没什么根 如果说再从那个泥土里面 这不利于它的发根了 看到没 根系都发黑了 就没有必要去修剪那些根系了 就等着呗 行了 是这样吧 也不用过分的弄它呢 我把那个黑根稍微用手一捏就掉了 黑根还是稍微弄一弄 再来呢 往水里面加入一些个 恶梅林啊 再加入一些生根液 会玩生根液 养花又会玩嘛 省心又省钱嘛 捏个三两下 像这种石器啊 最好的一个方法 就是用纯颗粒 有的话我呢 会用了赤月啊 鹿爪啊 火山岩啊 河山啊都可以 大家有什么就是用什么 然后上面这个叶子呢 就不用 不用留着了 可以给它剪掉了 先泡一泡吧 找个盆 植物的根系想要生长 一个是用水的 一个是用空气 水这一块呢 不能天天泡着的 就是略干一点 植物爱长根 之所以说咱们用火山岩呢 大家一定要了解的一个点就是 你植物的根系生长啊 并不说你浇多少水 湿多少肥 它要有足够的氧气 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透气性 才会去发根 再有一个呢 就是说 浇水稍微拿捏一下 略干一点 植物有一个动态的一个警觉 哎呦我没水了 它就开始刺激着自己 逼着自己的潜能去长根 所以说一直听话 我们说浇水啊 一定要干湿转滑 盘土一定要排出重气 这回应该明白了吧 好了 泡了好一会儿了 再来给它入盆 入盆的时候呢 不要埋得太深 加土 土的话还是给大家说哈 用纯颗粒的就行了 没有火山岩 你可以用点河沙呀 是吧 睡觉啊都可以 主要是为了排水更利落 透气性更好 先早上跟你再说 把剩下的这个泡的生根叶的水啊 跟那个 厄梅菱啊都给它整一整 你看 你再浇水揍一下就漏下去了 那有的话说老花衣到后期了以后是吧 啊 我这个叶子长多了 这点水存不住了 这后期了以后这个该都活了 你在想别的办法吗 现在是救命为主 好的话 如果一看我弄完以后 等着吃饭要冒了你还这样 那肯定以后就会导致缴水过头了 老花衣啊 养花之专一 希望大家都超美的 买飞 下一个人 下一个人 拜拜